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我是张文亮 欢迎来参加我们网路上的分享 网路上的视频 我分享的题目是 文书与档案非常的重要 文书与档案非常的重要 我用的圣经解释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的第23章 我要从第25节讲起 这个是很特别的一节 在很特别的一段 因为在圣经里面 这个上帝的仆人 路加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 他竟然用了一份罗马的档案 罗马的文书档案 他几乎整个写下来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是教我们做人 教我们做人做事 文书档案是很重要的 我读 我给各位来读 使徒行传的第23章 第25节 千夫长又写了文书 看到没有 千夫长是一个 管理1000个人的军队的长官 这个长官的话 他写了文书 大列是说 格劳丢 李西亚 请寻呼 惠利斯大人安 这人 这人是值得 保罗说的 这人被犹太人拿住 将要杀害 我得知他是罗马人 就带冰丁下去 救他出来 28节 因为知道他们告他的严故 我就带他下到他的公会去 29节便查知他被告 是因为他们律法的辩论 并没有什么该死 该绑的罪名 第30节 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 告诉我 我就历史解他到你那里去 又吩咐告他的人 在你面前告他 我要讲这一段 我要讲这 这个我们仔细读 当然这个里面有一点点的偏差 这份罗马的文书 我真的讲的第一点 这是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要重视文书跟档案 我们的团体里面 保留文书档案非常重要 是个非常重要的服饰 我们不要以为 就是说 这是话语的服饰最重要 有些非常仔细的侍奉 是可以保守的 你看这位很长信息 这个使徒 路加在 上帝在感动使徒路加 在写使徒新传的时候 他的第23章 从第25节到30节 完全是罗马的文书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 路加怎么知道这个内容 很可能他有心 他会去注意 因为路加是保罗的同工 他陪伴保罗去传福音 他会注意这个 会注意那个文书档案 这个是当我们很佩服 在做人做事上 文书档案是高度的重要 留下记录 留下通信的记录 留下彼此交往的记录 我不知道 路加怎么知道这个内容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他是很有心的 去查这个内容 你看 所以天父长又写了文书 我们非常喜欢讲 整个圣经都是神的启示 我绝对相信 圣经无论 我觉得也相信 但是请你记得 他这边写 写大略说 还是大略 可是他看过这个文书 然后他大概尊重 罗马的这个版权所有 他没有全部抄下来 他说大略 大略说 来我要分享的 这个点 第一个 重视文书 重视文书 重视档案 那重视的背后 是尊重文书 尊重档案 尊重 我们在外面做事情 我们跟别人签契约 我们跟别人签合约 我们跟别人在 做很多的会议的 这个只要都要留着 都要留着 为什么呢 有的时候 因为你不留 有时候你真的是 你真的是这个 这个没办法分辨 我自己 我自己一直有个习惯 我会留 我会留 我跟我太太在谈恋爱的时候 40年前 其实我只要都留下来 OK 我只要都留下来 我在 我有这种 但是我即使这么一样 我还是有时候 还是有的时候 我没有注意到 我们在外面做事 在暴障的时候 我们常常拿一些单据 然后交给 交给 部门的会计 那我今天要讲了一点 不要相信 部门里面的会计 为什么 在社会上做事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句话 就是会计一条边 会计一条边 什么叫会计一条边 就是会计 部门的会计 是属于审计部的 国家审计部的 并不是属于你的 所以的话 虽然他在 我们的单位里面上班 但是基本上 他背后老板 不是学校的主管 背后老板是审计部 所以出事情的时候 他一定把所有事情 全部推得一干二净 然后他会讲这个理由 当时你报的时候 你为什么自己不留记录 当时你报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给自己留记录 就是这个 非常非常地小心 因为我就相信 学校的会计 我哪里知道 学校的会计不是属于学校的 学校的会计是属于另外一条边的 OK 那谁能够操纵这个边 我们就不知道 其实大概可以想得出来 所以要半导一个领袖 最好的方法就是文书跟档案 因为你没有留 因为你没有留 到时候你不能靠你的记忆 到时候你记忆可能是有问题 你也不能靠你的USB 你也不能靠你的电脑的存疊 OK 为什么 你自己要留 你自己要学来仔细 你要留 我在交朋友的时候 我自己也会留档案 例如他说我姐姐几号 我做什么事情 我的妻子安息以后 我跟我的女儿 我跟她写了一百封以上的信 我要让她对我放心 因为我的女儿在国外 那我一个人在台湾 那我要让她放心 我除了一个礼拜 跟她通一次电话之外 我常常给她写信 告诉她我的状况 所以我在那个信里面 一百多封信里面 我全部留档案 我全部留档案 上面都有写我的日期 其实我也看得出来 我心情的改变 看得出来 主怎么一路上的带领我 所以文书档案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讲三个点 第一点 重视文书 重视档案 还有我们跟别人签约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彻底的执行 我在当学生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发生 给我一个很深刻的经验 让我会注意这个申请前 我讲这个事情 我们知道这个有宿舍 有时候单位会有宿舍给人家住 那宿舍 曾经有一个宿舍 它里面有个规定 你进来的时候你不得养狗 你不得养狗 我现在不说那个是谁 反正他说因为我要住宿舍 我就签了我不得养狗 一进来他立刻养狗 一进来以后他就立刻养狗 这个就很不对了 你明明已经签 说你不得养狗 然后你进来以后 你又开始养狗 你说狗是我的喜爱 狗是我的家人 狗用的汤匙也是我的汤匙 我用了筷子狗也在使用 OK 有人是敬重狗 如同敬重人 我对他讲这一点 你既然跟他签了 你就要遵守 OK 后来这种事情怎么处理 第一个 将他把狗交给别人养 第二个的话 他如果不肯的话 就请他搬走 OK 就请他搬走 后来他果然搬走 OK 那我就要讲这个 我们跟他签约 我们就是要 你自己有签约 你自己就留下这个档案 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看 这个使徒 这个路加 他去注意 签书长 所写的文书 签书长所写的文书 所以的话 我们要知道 这个文书是 非常非常的重要 第二个 第二个很重要 这个罗马的 罗马的是一个 非常有制度的国家 罗马很重视 所以他讲说 我们在判任何的事情 我们要有案例 我们要案例 那我一直讲这个 我们要有案例 我们要重视别人的案例 我们要留下案例 OK 为什么呢 一个有制度的国家 他很重视案例 当然了 这个法律上有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 欧洲法 有美国法 有很多的法律 但我跟你讲 很重视案例 案例是很重要的 所以 这个 使徒行专的第二十二章 我讲 使徒行专的第二十二章 这个 第二十五节 哇 这个 保罗就厉害 保罗就知道这个案例 使徒行专的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五节 刚用皮条 锁上保罗 然后 锁上 当然锁上保罗 保罗就对旁边 站着的百呼掌说 人是罗马人 又没有定罪 你们就鞭打他 有这个力吗 有这个力吗 哇 保罗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 有没有这个力 有没有这个力 你做这个事情 有没有这个力 尤其在面对责备的时候 面对考问的时候 你要知道 你有文书档案 你留着 第二个 你知道什么叫做力 什么叫做力 特别是我们也在外面 我们 当然我们有属灵的生命 我们有属灵的血洗 但是 我们属灵的血洗 如何跟社会整个制度能够 能够 能够接上轨 OK 能够折想轨 OK 例上几个例子好了 我们有教会 教会本身 设立的这个法规是什么 建筑法规是什么 OK 建筑法规是什么 这个都要注意 环保法规是什么 消防法规是什么 OK 你不要说教会是神的家 OK 何等的荣耀 当然这个是对 这个绝对 但是呢 你今天是个地上的一个实体 OK 那你要注意的是什么 OK 我常常讲 有没有这个力 面对拷问的时候 有没有这个力 这个力只会成为你的保守 就很像保罗在被鞭打的时候 他说我是罗马人 你还没有审问你就鞭打我 请问有没有这个力 有没有这个力子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做人处事 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三个 一个好的公文是写下事实 一个好的公文是写下事实 千夫长在写这个文书的时候 他讲了很多事情 就是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他怎么样 我知道他是罗马人 就带兵丁下去 然后呢 我知道他是被告的缘故 所以我就带到他们的工会去 然后呢 我又知道他是被告的原因是什么 他也讲我都知道 可见公文一个正式的公文 背后必须根据事实 不是根据捏造 必须根据事实 而不是根据捏造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千夫长 所写的这个文书 仔细的读 发现有些地方他根本没有写 例如像说保罗被 快要鞭打了 他就没有写 保罗被抓起来 要把他鞭打 他这边没有写 可见这个千夫长 也不见得完全的真实 可见千夫长 所以 我们在外面做事情 我们要知道公文 公文档案 我们要知道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公文档案 有些东西 不见得就是完全的真实 这边就是一个例子 使徒陆家 他来看这个公文档案 OK 他说千夫长又写了文书 他很重视这个文书 但是 他把内容写下来 你就知道 这个写文书的人根本不够诚实 为什么呢 你如果读过前面 哇 这个保罗还被抓 保罗还被皮条锁上 保罗还要准备要被鞭打了 你看他都没写 他说我知道我知道 OK 其实他的知道 就是他隐藏了一些 不让别人知道的 我们不能够前信 也不能够前不信 我们不能够前信 也不能够前不信 我在外面公司 一般 一般有个看法 就是那个写主管的人 这个主管不能够写法律的 写法律的 常常会写出 他自己所要的 而不是开会的结果 所以国家的领袖 最好不要写法律的 国家的领袖 为什么呢 因为写法律的很会讲话 写法律的很懂法 但是他会像这个千夫长一样 留下的一些公文 是对他是优势的 然后呢 不利的他都不讲 这里就很 会讲会讲的清楚 这个千夫长其实前面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 然后他都不讲 他就说我知道我知道 因此我怎么做我怎么做 所以我常常在管理一个单位 我觉得有时候 最好不要用学法律的 我不说学法律就不重要 我觉得法律很重要 但是呢 这个 他有时候就会偏自己 偏向自己 所以这个 石头青传的第二十三章 非常好 给我们做一个例子 OK 但是你要留档案 你要留档案 你才知道他的档案是不完全正确 OK 所以那个 陆家在写的时候 他把前面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保留基务被打 他也把它写下来 可是他写的比这个 比这个千夫长写的文书更仔细 更是真实 那 最后我再讲回来 我做个结论 三个点 第一个点 我们要重视公文 重视档案 我们的教会要留下行政处理的公文 OK 要留下这个档案 代表我们负责 我们自己做很多事情 我们都要留 当然了 我们走的时候就交给别人 或者是 这个档案是很重要的 OK 好好的被档 不要说行政工作一交接 档案就不见了 这太常见了 OK 太疏忽了 太常见 档案是我们 必要使的这个保守 第二个 我们要知道 其实 要知道有档案就有这个例 那我们要重视前面的例 重视前面所留下的例 有时候是我们的保守 那些例子对我们这个保守 第三个 即使是最完整的公文 撰写者可能偏向他自己的好处 而没有讲到前面的 前部的事情 前部的事情 我当过主管 我当过主管 我当过开会的主管 很重要的会的主管 那帮我写 写那个会议记录的 都是写 请那个台大法律系的教授帮我写 OK 然后他们就写完以后给我看 我还在改一下 因为 对不起 我还在改一下 因为 不是改他的结议 他有时候 他有时候用一些名词 结果他懂 OK 别人都不懂 他在说 他在写什么 亲爱的主我感谢你 我们 在主里面的成长 我们有属灵的生命 但是从属灵的生命 跟外面社会的这些条例 怎么样的衔接 什么叫做精明 什么叫做灵巧 像蛇 灵巧像蛇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就是知道 什么要重视 文书 重视档案 第二个 灵巧像蛇 是知道什么叫做例 什么叫做例子 灵巧像蛇 就是知道 你最真实的说明 可能还有很多不真实 所以说 我永远不相信 热门的新闻 就是重要的新闻 无论是自己的国家 无论是别的国家 重要的新闻 很可能都不在新闻里面 重要的新闻 都是已经被删改过了 某些立场 某些特别的好处 某些特别的 有时候真的是不需要 太紧紧的 被这些媒体给绑架 被这些新闻事件给绑架 因为即使号称为真正的真实 还是不够真实 只有神知道什么叫真实 只有上帝知道什么是真实 只有上帝是唯一 真正真实的审判者 谢谢主 也包括所有孩子 也祝福更多的人 知道什么叫做警醒 知道什么叫做精明 什么叫做灵巧相识 我仰望主 我将祷告祈求 奉我们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意识与你 说明日我叫做灵巧相识 至于L腹 等于L腹 S旅等于L腹 以充迅 尊重 在 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